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今天是2024年1月14日,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今天想讲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就是白本护照到底能不能申请美国签证 这个所谓的白本护照就是你从来没有出境过,从来没有去过其他的国家或者地区 甚至连港澳台都没有去过,是完完全全干净的一本护照 白本护照申请美签确实是一个hard模式,但是在网上一直有非常激烈的争议 可以说是美签申请当中一个永恒的话题了,因为双方听起来都有道理 而且都有现实的证据来佐证,所以一直争吵不休 一方就说白本是肯定没法申请美国签证,你申请肯定会被拒签的 另一方就说,谁说的,我自己就是白本,我申请美国签证就过了 或者我朋友,我亲戚,我同学,我同事就是白本,但是申请美国签证也秒过了 我们在社交媒体,像微博小红书上,上面都能看到很多类似的案例 无论是白本秒过,还是白本秒去都有,而且很多 你也不能说这些案例都是编的 所以今天就想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先说答案,白本护照是可以申请美签的,但是能否申请过,取决于你有没有其他的亮点 就比如说在高考当中,有一些文科生语文写作能力是特别强的 就因为这一门特别强的,大学就特招他了 那你其他成绩差,无所谓,我只需要招你这个特别强的这一门 那也有点像叫一白遮白丑嘛 如果你有特别厉害的长相呢,确实可以掩盖白本的短板的 我们来举些例子啊,什么叫其他的亮点 前提就是你现在护照是白本,你从来没有出镜过啊 你需要哪些亮点,或需要哪一个亮点 比如说你的学历特别高 比如说你是博士毕业的,或者那种名校博士毕业的 那就很正常了,你能够拿到美签就很正常了 对于签证官来说,他也会去脑补的 就比如说看到这位是博士毕业啊 他也会去脑补,这位申请人是不是一直忙于学术研究啊 最心于自己的工作学术研究 他没时间,没精力出国,也挺正常的 那就愿意给你签证 那比如说啊,工作特别的好 比如说有人是企业主啊,或者是公司的高管 月入呢,有个大几万,或者年收入百万以上 甚至几百万的啊,这我都碰到过的 签证官就会继续脑补了 这个人是不是因为忙于工作 工作实在太忙了,忙着挣钱 没空出镜,那也正常 因为收入这么好的,肯定不可能黑下来 黑到美国去打工去的吧 他国内这么好的收入,对啊,不可能放弃的 那也可以给签证,即使他是护照白本 那比如说呢,你的户口是北京或者上海的 魔都或者帝都的 那这个户口啊,他本身就是非常有含金量的 也是你个人实力的一个保证 那签证官也愿意给你签证啊 或者呢,即使你户口不在北京或者上海 但是呢,你是在北京或者上海工作的 在北京或者上海居住的啊 这个也是有不少加成的 你本身能够在北京或者上海扎下根来 在当地工作,在当地居住 也从侧面证明了你的实力 你的经济实力,你的工作能力 这都是一个侧面的证明 那比如说你的工作是特别稳定的 什么叫特别稳定 比如说你在一个单位或者一个公司啊 工作了十几年了 那这种稳定感和约束感呢 那确实不是盖的啊 签证官看到你的工作这么稳定 那觉得你这个约束力确实很强啊 那你十几年都没有跳槽 都没有换工作 那你也不可能拿到美国签证以后 顿时就这个性情大变啊 一下子就把工作不要了 就到美国去打黑工了 这个可能性也不高 对吧,还有比如说啊 你特别能说的 那这个特别能说的 不是像是画牢的那种能说啊 就翻来覆去 没有营养的那种说话 是你真的有想法 你说出来的话真的有感染力啊 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比如说像苹果的乔布斯啊 那种的 他一开口就能让人相信你 就能让人信任你 那你如果有这样的语言能力 有这样的沟通能力 即使你是白本签证官 一开口就会信任你 信任你就愿意给你签证 比如说有的人英语特别好啊 即使护照白本 从来没有出境留学过 但是通过自学或者其他什么方式啊 英语口语练得特别的漂亮 沟通能力特别的强 是那种大神级的人物啊 那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能力 跟签证官聊的有来有回啊 聊的特别的高兴 那签证官也是人嘛 他在主观判断下跟你聊的高兴 觉得跟你气场相合 那自然也愿意给你签证啊 即使你护照是白本 或者呢还有一种 就比如说你的形象特别的好 所谓形象特别好 要么就男的长得特别阳光 帅气 特别的干净 或者呢就女性长得特别的美啊 倾国倾城 沉鱼落雁啊 形象好呢 对于签证官来说 他也会对你有好感的 所谓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嘛 那对你有好感就愿意给你签证了 但是呢 形象特别好啊 特别是对于女性朋友 是一把双刃剑啊 比如说一个大美女 碰到了一个女性的签证官 那这个女性签证官碰巧又心眼比较小 有那么点酸溜溜的啊 或者有那么点不太高兴 凭什么你长那么漂亮啊 或者这个女性签证官 或者比如说刚刚失恋之类的 反正whatever 女性对于漂亮的女性 总有一些天然的排斥感 或者抵触感的 那万一就是因为你长得特别漂亮 他就要拒钱你 你的这个美貌就没有那么管用了 所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 还有一种情况 比如说你的资产很多 你名下有很多套房产啊 你是专制房东 你专门就是每天的工作 就是拿着一大串钥匙去收租的啊 或者你名下有很多这种固定资产啊 流动资产 whatever 那这个呢 就也会对签证官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 不过这个呢 作用就没有前面那几个亮点那么好用啊 可以说是见仁见智 因为呢 签证官也学经了 他也聪明了 他也知道呢 有可能你提供的几十本房产证啊 有可能是刚刚打印出来的啊 去这个桥洞底下 找个人给你打印出来的 因为前面的人造假比较多呢 你这个就不一定太有用 但仍然还是有用的 总比没有钱的人要有用的多 总而言之呢 白本护照能否申请每签 能否申请每签 并且通过呢 是取决于你是否有独特的亮点 这个亮点够不够亮 这个来决定的 并不说是一票否决 也不能说是白本就一定能够通过啊 也没有像网上或者社交媒体上说的那么玄乎啊 白本没关系 申请就能过 我就过了 我同学过了 我朋友过了 这个大忽悠居多 或者说呢 他的案例还太少 不足以形成统计上的正确性 那如果想要申请美国签证 或者加拿大签证 或者你是白本 你在考虑 你在计划申请美国签证 或者加拿大签证 或者想要申请瓦努阿图绿卡 瓦努阿图移民的话呢 可以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 或者电报 付费咨询 瓦努阿图呢 是一个南太平洋岛国 提供一个快速低成本的海外绿卡 永居卡的申请通道 如果有兴趣的 也可以联络罗宾大叔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